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毛曾说 交朋友不可能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的朋友不叫朋友 那叫手足了 初看时觉得有些悲观 看惯了人情冷暖后 身以为然 王叔前几年在生意场上顺风顺水 赚了不少钱 他也性子豪爽 朋友遇到缺钱的地方总会找他借钱 他能帮就顺手帮了 借钱连欠条都不打 这几年生意越做越难 老婆就劝他把借出去的钱要回来 缓解下资金压力 王叔刚开始也是抹不开脸 后来家里生意岌岌可危 他就陆续约了几个朋友想要债 没想到他还没开口 几个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抱怨 最近手头紧 欠他的钱要过阵子才能还上 后来王叔实在是走投无路去直接要债 没想到欠债的反而态度蛮横 还有的拒不认账 她又辗转找以前的合作伙伴 投资周转 没想到又碰了一笔子灰 一次次被现实打脸 顺风顺水时的朋友 如今都成了不知感恩的小人 顺风顺水时的伙伴 如今都成了冷漠疏离的陌生人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到底有多脆弱呢 缺一次钱 也许你就知道 顺境时的友谊并不是那么坚固 有人说事态炎凉 其实也不全是人心浅薄 而是顺境时对你的下脸多了 容易看错人 交错心 更容易低估风险 狡兔三哭 人何尝不该多为自己考虑呢 无论何时 把慷慨多留给自己一分 多为自己想一条后路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 我希望我是那种 你一见面就觉得心动的人 而不是在权衡利弊后 觉得还不错的人 第二句是 你的另一半其实也嫌你穷 相比一看 既好笑又心酸 人人都说 好的感情最是经不起 明码标价的买卖和衡量 人人都想要 不掺杂任何杂志的感情 殊不知 大多数人心中 都会有一感看不见的称 在渴望纯粹感情的另一面 同时渴望着 自己在感情里是受益者 《北京女子图鉴》里的 陈可就是一个例子 女主角陈可到北京打拼 后来和一个富二代 谈起了恋爱 她渴望在北京有套房 可是她没有钱买房子 她渴望婚姻 可是感情时常让她不安 于是陈可反复试探着 想要富二代在北京 帮她买一套房子 想要和她结婚 富二代对买房的态度躲闪 从不正面答应 对结婚态度却很坚决 她说自己不想结婚 只谈恋爱 再后来 富二代和一个 比自己家境还好的女人 结婚了 伤心难过的时候 陈可的领导 一边安慰着她 一边道出了残酷的人生真相 她不是不想结婚 她是不想和你结婚 如果你还爱着她 就请成全她 如果你能做到你不爱她 就一定要成全自己 谁都想过得舒服一点 得到更多一点 然后自己少辛苦一点 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请你允许她也是 是啊 谁不想活得轻松一点 谁不想自己付出少一点 获得多一点 可惜 99%的人都没有这种 不劳而获的运气 你缺钱的时候 对方何尝不会嫌你穷呢 所以永远不要把改变现状的希望 寄托在别人身上 面包会有的 车子 房子 更好的物质生活 更多的精神自由 这一切都会有的 前提是 你得自己去挣 作家八月长安曾说 让一个人变强大的最好方式 就是拥有一个想要保护的人 人有了要保护的人 就如同有了盔甲 同样也有了软肋 人生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 你拼尽了权力 却对最亲最爱的人 无能为力 曾经看过07年的 一个叫做 《我的老婆没钱治病》 《死了》的帖子 至今记忆有新 帖子的第一条 就看得让人鼻酸 我的老婆没钱治病 死了 医生告诉我 如果要治我老婆的病 需要花30万 不过我没那么多钱呀 我把家产全卖了 只有20万 后来我老婆死了 再后来 她又陆陆续续发帖 一次比一次沮丧 最后她发了一条 很绝望的帖子说 谢谢有人想捐钱 谢谢 只是我不再需要了 很久以前 我很想要钱 很想要 我要去看她了 关键时刻 拼了命地想要钱 是因为想要拼了命地 护住最亲最爱的人 而现在 那个想要保护的人不在了 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一瞬间心死如灰 确实太过残忍 蔡康永说 生活就是暴击的循环 何为暴击呢 厄运 病痛 意外 生离死别 突然间一无所有 生命的节奏 起落 落 落 何为循环呢 打击 一个接着一个 一天接着一天 好了又坏 坏了又更坏 周而复始 永不停止 而面对生活循环的暴击 又是在关键抉择的时刻 缺钱就会成为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缺的是钱 没的是命 你缺的是钱 没的是感情 你缺的是钱 没的是机遇 你缺的是钱 没的是 缺钱 有无数种可能 有无数种后果 他们都印证着同一句话 你缺的是钱 没的是选择权 最悲哀的真相是 随着时间的增加 随着身份的叠加 你会发现 你的角色越来越多 你的责任越来越多 永远在赚钱 却永远在缺钱 所以 想要在关键时刻 不那么无能为力 在保证生命健康的前提下 生活以死相逼 唯有一直争气 别在该努力的时候 选择安逸 别在该忙碌 充实自己的时候 选择闲着 别在该突破自己的时候 选择退而求其次 起飞了 唯有努力生存 才不至于任生活打击 任他人轻视 任自己 无能为力 愿你赚钱的速度 永远比缺钱的速度快 好了 亲爱的小伙伴 文章到这儿就结束了 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 人生才能有退路 也有远方